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里装着一个人 在他的身边 他的情绪就无法控制 无法掩饰内心的急躁 但也有一些人表现得很安静 静静地看着对方 只要他陪在他身边 而有的人则希望表达自己的心意 不一定要直接表白 但最好的是让对方明白 其实大多数女人并不擅长主动向男人表白 除了那些胆大包天的女孩 喜欢上一个男人之后 会勇敢地去追求 而大多数女人 在面对异性的时候 都会选择沉默等待 当然 他虽然嘴上不说 但是肢体语言却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爱意 这种爱意是藏不住的 一目了然 男人追求女人的时候 往往会产生疑惑 不知道女人是不是真的动情了 迟疑不定 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女人远去 其实一个女人是否喜欢你 其实并不难判断 如果她真的喜欢你的话 一定会给你一些提示 而且她给你的暗示 一定是让你能感觉到的 只要细心一点就能发现 有些男人之所以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女人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她没有仔细观察女人的暗示 要知道 一个女人不可能一直守着你 如果她对你有动情的迹象 而你不回应不主动的话 反而会让她起疑心 等她耐心耗尽 看不见你的时候 她可能会对你失望而后离开 所以 一个男人想要知道一个女人 就必须要细心 要懂得女人的心思 勇敢地追求才能得到她 一般来说 女人一旦爱上一个异性 就会有三个默许 女人的心思在她们看来 就像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迷宫一样 明明喜欢她 却还要装出一副倔强的样子 心里肯定是恨得哑哑哑的 可脸上还是挂着温柔甜美的笑容 到底怎样才能知道女人是否对你动心呢 其实不要去听女人说什么 因为语言会骗人 要看女人做什么 在社会学中 有一种叫身体语言的学科 她可以通过肢体语言来判断 一个人的真实想法 对于普通人来说 身体语言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 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判断一个女人 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那么只需要观察她的肢体语言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无法伪装也无法掩饰 喜欢上一个人 就会对她产生无尽的好奇 不自觉地盯着她看 怎么看都看不够 她想知道她的一举一动 每一个细微的情绪背后都隐藏着什么秘密 她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完美 从头到脚 从前到后 都是那么完美的让人兴奋 女人对你有好感 那就是想要和你独处 当然 她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 而是在不经意间 委婉地向你透露 比如她总是问你 哪里好玩 哪里好吃 你平时去哪里等等 她说的这句话 并不是真的想要知道答案 而是想要让她出去 她希望你们两个能单独相处 多陪陪你 只要你敢约她 她就愿意出来 因此 男女交往时 要多了解对方语言中的含义 只有了解了对方语言中的深层含义 才能真正理解对方的想法 据说在远古时期 人类的生存能力非常低下 他们只能像野兽一样在荒野中生存 不仅要风采露宿 还要时刻防备野兽的袭击 随时准备逃跑 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 脚的状态是心理状态真实反应 如果你发现有人呛着二郎腿坐着 或者插着腿 那就说明她对周围环境很放心 因为这两个姿势都不适合逃跑 是一种放松的姿势 如果你发现某人在坐下后双腿紧闭 脚尖朝向与你相反的方向 这说明她正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随时准备逃离 作为一个女人 她的脚总是会不经意地透出出很多信息 如果身边有个女人 她的脚尖不经意地嘲笑你 那就说明她已经把你当成了安全岛 没有任何防备想要靠近你 从生物学上来说 脚部和内脏神经解密相连 所以当一个女人对你产生心动或者性冲动的时候 她的脚就会不由自主地动起来 比方说把脚移到你的位置 让你的脚尖朝向你 或者偶尔抬起你的脚尖来吸引你的注意力 所以想要知道一个女人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了你 那就多关注一下她的脚 当一个女人真正爱上一个异性的时候 她会给你更多的直接暗示 当她与你单独相处的时候 她内心渴望你去碰触她 她会觉得特别甜蜜 任何一个女人一旦陷入爱河 她会情不自禁地想要亲密接触 如果你不主动 她就会无意间挑逗你 让你明白她现在的心情 如果你主动 她就会温柔地迎接你 女人的爱和不爱 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如果是真的动情了 她会迫不及待地享有身体上的接触 这是无法掩饰的 相反 如果她不喜欢你的话 她是绝对不会让你碰的 就算你不小心碰倒了 她也会觉得你冒犯了她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她的反应 一旦发现 对你的碰触并不排斥 那么就可以大胆地挑逗她了 男人要知道 女人一般不会轻易接受异性的邀请 如果不感兴趣的话 一般是不会大理你的 只有喜欢上了你 她才会放下戒备时 对你抱有期待 这时 她默许你会约她去追求她 女人一旦同意跟你独处 那就说明她已经接受了你 她希望你主动一点 毕竟她是个女人 总要矜持一点 所以遇到这样的女人 男人不能傻乎乎地等着 而是要主动出击 大胆约她 她敢跟你单独相处 愿意跟你约会 说明她已经做好了恋爱的准备 根本不在乎外界的干扰 就算是跟你出去 被她的朋友们看到 她也不会躲闪 反而会暗自窃喜 女人会主动向你透露出约会的意愿 愿意与你独处 男人真的不要错过机会 大胆追求 相信她们会很快发展 女人天生的警惕性和自我保护能力 让她们对身体的距离感格外敏感 如果一个女人愿意靠近你 那就说明她对你有好感 就像是情侣之间拥抱牵手一样 看看女人离你的身体距离有多远 你就会知道你离她的心还有多远 身体语言可以帮你判断一个人对你的感情 但是却不能帮你管理好 所以想要真正拥有幸福 就必须用心去感受 用心去经营 幸福不要被动地等待 要敢于行动 男人永远不要错过一个深爱你的女人 现实生活中 很多情侣都是一步一步地走在一起 从一开始的懵懂 到后来都互相了解 再到慢慢熟悉 其实爱是很容易发生的 但也很容易消失 爱之所以容易发生 是因为我们视觉反应很快 第一眼看到的人 能判断出对方是否喜欢自己 当我们发现自己喜欢的人时 会犹豫会纠结错过爱情 有时候勇敢一点 你会发现 爱其实并不遥远 女人被异性迷住了 尽管她嘴上不说 但是身体语言却很诚实 女人虽然害羞 矜持委婉 但是她还是勇敢地去追求 毕竟遇到喜欢的人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犹豫不决的话 很可能会错过 如果有异性这样对待你 那就不要错过了 因为她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其实她已经准备好了 要和她轰轰烈烈地恋爱 只差一步就可以告白 既然她已经在爱情的道路上 走了99步 那么表白的最后一步 就由你来做吧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你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的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